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美国是世界的明灯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恐怖攻击发生在美国 最新的消息 白宫也遭恐怖攻击了 一名白人至上的印度人 开着卡车冲撞白宫 今天来讨论一下美国最新的白人至上的攻击 政治让人失望 政治人物更让人失望 共和党多名的总统候选人 站出来抵制Ron DeSantis 而且跟迪士尼站在一起 我们常常说什么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攻击某个人的时候 或许那个人 就是被攻击的那个人 就是最好的人选 然后呢 这次被所有的右派 保守派的候选人攻击的人 并不是川普 为什么呢 左派的势力越来越大 我们要抵制的公司越来越多 一直以来都蛮左的一个左派公司 现在我在这边呼吁 只要是AI News的观众 都再也不要去那边买东西 他们这次跟撒旦教的服装设计师合作 为了六月的骄傲月 做了一系列的铜装 要出来卖 我们处于一个良善对上邪恶 光明对上黑暗 基督对上敌基督的战争 最好的例子就是 这些骄傲人士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一名16岁的基督徒男孩 却会因为在外面发圣经 不但被当地的LGBTQ这个群众围堵攻击 最后还被当地的警察逮捕 世界乱成这个样子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想要感谢每个月支持我们的会员 真是非常感谢各位 一直以来支持AI News爱报导 我们要抵制企业有非常多 迪士尼 Netflix HBO 各式各样的影视平台 这些张公司想要洗脑你的孩子 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赚来的钱 送给那些恨你的公司 恨你小孩的公司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请拿钱来支持我们这个 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改善自己的人生 一起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百分之一百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还有个特殊的群组 会在我们的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了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节目的Sunny跟Lily 两位Homeschool达人 来帮你一起夺回你孩子的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留言 按赞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几年之后 我们全部都会生活在野外 OK 运气好的话 你会在一个部落里 OK 跟你的家人朋友 在一个萤火旁边 OK 我们的大城市会被暴徒打砸抢 然后美军会被其他的军队入侵 我们在萤火旁边讨论的内容就是 嘿 你还记得吗 之前大家都说这一切是阴谋论 然后 不是川普当选之后就会改变一切吗 还有那个Q跟我们说那个 Trust the plan啊 哈哈哈哈 说真的 美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人的政权就是会毁掉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护我们的家 我们的孩子 but anyway 阴谋论到处都是 现在又出来一个最新的 OK 白人至上攻击了白宫 然后跟上一次一样 就是 这又是一次不是白人的白人至上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这个新闻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人至上到底有多白 哎呀 简直就跟莫罕默德好白一样啊 对不对 那名字叫做 Sicandula 来自Missouri 这位白人至上的白人 OK 飞到了华盛顿DC 租了一台U-Haul的搬家卡车 慢慢的 Crash OK Into the White House Barrier 慢慢的冲撞到白宫的这个路障上面 然后现在我们的媒体说 他是一位白人至上的一个 印度人 因为他们在这行 这个卡车上面 找到了一个 纳粹的旗帜 OK 现在放在荧幕上的 就是他驾照的这个照片 不太确定 对不对 OK 现在白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OK 更不知道这个至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这么至上的事情 美国真的变得跟台湾一样吗 只要不是东方人 只要不是东方面孔 都可以教英文的概念吗 然后这里是他的这个 高中毕业纪念册上面的照片 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认为这个白人至上的人到底有多至上 我的确看不太出来他是个白人 这里是恐怖攻击的现场 OK 试图绑架拜登总统 OK 白人至上的阴谋行动 最能证明的就是 在地上的这个纳粹万字旗 警察从这个个人的背包里面拿出来之后 没有马上收起来当成证物 反而是扑在地上 OK 把这个万字旗打开 让所有的媒体都可以拍下来 这个人带的东西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现在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OK 有一个印度的移民住在 Missouri OK 不是叫什么John Smith 不是叫什么Thomas Miller之类就是一般白人的名字 而是叫做 Side Candula OK 做了一个空的搬家卡车 车上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包包 包包里面也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幅纳粹的万字旗 用着极度缓慢的速度 碰上了白宫前面的防护墙 撞的一瞬间 马上他就放弃了他精密策划的这个所有的计划了 马上举手投降 然后FBI就把这个万字旗铺在地上 让所有的媒体开始拍摄 我必须说啦 OK 要不然就是他这个人太至上 或者是 不然就是我们的政府觉得我们很至上 然后很好骗 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 才一个墨西哥人 OK 英文都不会讲 然后身上刚刺了纳粹的万字旗 你看上面 他的皮肤都还是肿的 然后说他是一个白人至上 他拿着枪去德州的一个 最左的城市的 Mall OK Allen什么东西的 大屠杀 我看到这样的新闻 基本上的反应就是 我们每一年有这么多的这个钱 拨款到你们FBI OK FBI经费有这么多 抹黑的工作 你们就只能做成这个样子吗 OK 有这么多的钱 有这么多的经费可以造假 照道理说应该是 没有人可以找到破绽的不是吗 OK 应该不是一个跟Ethan一样 至上的人可以破解的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至少可以找一个白人 当白人至上的人吧 OK 白人至上应该到处都是才对啊 Joe Biden上个礼拜 才在一间黑人的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面说 白人至上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吗 但是事实呢 就是FBI根本找不到白人至上的人 OK 连白人都找不到 一定要找其他的种族的人 OK 他们连一个白人的白人至上 要来抹黑白人都找不到 就跟他们找不到基督徒 反堕胎的这个极端分子 要来到处杀医生一样 所以就找了那个Mark Hawke 也就是说 美国最大的威胁 民主最大的威胁 全部都是无中生有的 全部都是造假的 而且造假还造得这么难看 我在这边只是在想说 这里有几个疑点 首先 第一个 我不是警察 我也没有任何执法经验 OK 我们先把这张 现场的恐怖攻击的照片放出来 第一个疑点就是 为什么要租这么大的车子 OK 只为了在里面放一张这么小的纳粹旗吗 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是第一个我试图了解的疑点 第二个就是 这位蓄意已久的白人至上人士 有意图要暗杀美国总统 或者绑架美国总统 随便任何一个 然后经过了他的深思熟虑了之后 他的计划就是 开着他租来的U-Haul 然后呢 对着围墙 涌上去 OK 这是step number one 计划第一步 第二步 永远是个问号 第三步就是 Joe Biden死掉了 被抓了 OK 第二个疑点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Nobody know 没有 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反正就是他失败了 他马上放弃了 OK 警察冲上去逮捕了他 然后呢 进去 这个空的U-Haul的卡车 找到了一个纳粹旗 之后把纳粹旗铺在了柏油路上 当然 再一次强调 我不是个警察 我不知道警察学校都在教的是什么东西 特别是现在的警察 OK 有机会的话 我们请那个警察说再上来解释一下 当下这张照片 这个策略大概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不认为 OK 我的直觉告诉我 当警察到了这个犯罪现场的第一件事 就是应该要保护现场 把所有的证据证物全部收集起来 至少柯南跟金田医是这个样子画的吧 不应该把一个东西铺在柏油路上面吧 万一就万一 OK 一个风一吹 把这个这么重要的证物吹走的话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让这个白人至上无罪赦免吗 OK 没有办法定他罪 说他是恐怖攻击 白人至上恐怖攻击吗 只能说就是他要酒驾或是乱开车 然后开上罚单吗 第三个疑点就是 这个白人至上的名字 为什么是 Sai Veraci Candula OK 而且为什么 这个人 一看就可以知道 他是个Sai Veraci Candula OK 为什么看起来 跟白人至上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跟上一个白人至上的Garcia一样 他也是看起来 就是一个Garcia 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找不到白人至上的人 来去做这么至上的恐怖攻击呢 除了这些以外 这个案件没有其他的疑点 没有其他奇怪的地方 你看到东西就是最真实的事实 不要问问题 这个案件就是一个 印度的白人至上 租了一台巨大的U-hole 带着他崭新的纳粹旗 放在这个U-hole里面 然后冲撞上了白宫前面的防护墙 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恐怖攻击作业 不用想 只要听这些专家 教授 这些媒体说的 OK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至上 应该要相信 然后应该要服从 应该要完全 不知道该做什么事的事情 那讲到左派多丢脸 让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新闻 不只是左派 有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选择跟迪士尼站在一起 抵抗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这一次是我们的前副总统 Mike Pence 我只是不信心 它是在这些人的意义 的东西 为了个政府 要去抗一行的事 他们不论定了 上一个政治问题 我不论定了 在广州的选择 在 Walt Disney 我不论定了 在 California 不论定了 在广州的 因为他们会 承证法 在20州的法院 上的20州 所以他们会 成功了 120 million dollar project Yeah 多可笑 多无耻 所以 我们现在有 Mike Pence Nikki Haley Vaval Remy Suami 还有川普 各位听了没有错 川普也跟迪士尼 站在一起 性洗脑你小孩的迪士尼 把变性人放在卡通里面的迪士尼 把同性恋 领养小孩 刻意放在你孩子的卡通里面的迪士尼 只是为了要攻击 Ron DeSantis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川普是怎么说的 OK 然后各位川普达人 认为说只有川普 才可以拯救美国的 各位保守派 是怎么解释这一段 True Social的推文 DeSanctus OK 现在正在彻底的 被迪士尼碾压 他原本的公共形象的计划 动摇了 现在要回去找一个 崭新的方式来挽回他的面子 迪士尼接下来的方针 就是会公布 不再在佛州这个州 有任何的投资案 因为是这个州长 事实上就是 他们甚至可以宣布 慢慢的撤出 或者变卖掉某些产业 甚至全部卖掉 看着 这将会是一个死亡的一级 至少对现在来说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政治作秀 Ron 应该要在这个烂摊子上面 再多用点心才可以 反正就是川普 就是支持迪士尼在做的事情 然后说 Ron DeSanctus 对迪士尼太过分了 不应该进这个 不应该进那个 然后不应该把这个 税务的优惠拿走 我支持川普 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他这一段话 实在是非常的可悲 我们刚刚听到Mike Pence在这边说 就是这样子会伤害佛州的人民 这样子不好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不让迪士尼 信化我们的小孩 信洗脑我们的小孩 这个样子 就会伤害佛州的居民 为什么会伤害佛州的居民 为什么坚持抵制 会伤害我们的小孩 为什么我们需要迪士尼来洗脑我们的小孩 当迪士尼在支持 切除儿童生殖器 打变性的荷尔蒙 到小孩的身上 还有支持国小就开始 教性教育 把变态的教科书放在国小的图书馆 必修课里面 Ron Decentes一开始在做的事情 就在反对这些事情 因为Ron Decentes出来说 不可以信洗脑我们佛州的孩子 然后迪士尼就是来说 我们就是要信洗脑你的小孩 这个叫做自由 这叫民主 这叫多元 迪士尼说他们要用他们全部的力量 全部的财力 全部的影响力 来支持促成信洗脑小孩 支持儿童变性 支持阉割儿童 请问Mike Pence 哪个伤害比较严重 哪个对佛州的居民伤害比较大 第一个是 让迪士尼去信洗脑小孩 在儿童游乐园里面 到处插着六色的骄傲旗 然后告诉我们说 变性是好的 是自由的 告诉小孩说 家庭不是一男一女 家庭不重要 或者是告诉迪士尼说 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 要保护我们的州 我们的州会抵制你这样子的行为 Mike Pence 真的是非常的可笑 非常的恶心 川普会这样说 其实我没有很讶异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电视圈的人 他本来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朋友 本来就是在电视圈 然后 所以说他对于同婚 还有LGBT的议程 本来就没有说很坚定 所以说 我投给他绝对不是因为 他支持家庭 或是怎样的 但是某一层面也是这个样的 I mean 他这个人本来就是 自己离了四次婚的 OK But Mike Pence OK Mike Pence 这个就非常令人失望了 原本他的形象就是一个保守派的人 原本他的形象就是一个支持家庭 支持法律 支持宪法的一个人 OK 一个了解文化的重要性的人 我们如果只因为迪士尼 是个很大的公司 很有钱 很有影响力 所以就可以持有特权 然后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可以不用赴税 就可以公开的破坏家庭 我们就不可能赢得任何的文化战争 只因为他们刺激了佛州的经济 只因为他们促成了很多工作机会 如果我们的工作是来自于 性洗脑小孩 性解放小孩 儿童变性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 不是吗 这个就是应该我们全力去解决的议题 不是吗 如果共和党被这些大型的企业绑架的话 我们将永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共和党就是生的这么至上吗 迪士尼已经仇恨他们了 已经仇恨共和党了 已经仇恨保守派跟基督徒了 你为什么还要拿你的热脸 去贴他们的冷屁股 迪士尼之前就已经讨厌Ron DeSantis了 也讨厌你Mike Pence了 也讨厌川普了 他们会捐钱给民主党 他们不会来支持你们这些共和党 你们这些共和党的人出来帮迪士尼说话 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 川普出来帮迪士尼说话 骂迪士尼 川普得到了什么好处 什么都得不到 你们不是为了钱吗 对不对 川普不是不会跟金钱低头吗 不会妥协吗 为了正义而战吗 如果迪士尼会捐钱给他们的话 那对我来讲还比较好理解一点 就是他们跟马门低头 跟马门下跪 大家都会这个样子做 都有可能会软弱 所有政治人物都这个样子 这只是政治的一部分 并不代表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 但是这个情况 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迪士尼不会支持那些人 这些共和党的人 不会支持你 你们这些共和党的人 帮他们说话 一点意义都没有 左派的人 左派的公司 不会有任何感恩的心 不会感谢你帮他们说话 迪士尼的CEO 不会出来帮川普站台 不会出来帮Mike Pence站台 因为站他们的台 反而会攻击到他们真正的盟友 就是那些左派 保守派想要变性儿童的那些人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 还不如加入Dissantis 一起保护儿童 一起守护家庭 一起夺回公益学校 一起抵制迪士尼 保守派抵制像迪士尼这样子的 左派公司 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 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这个就是保守派必须要了解的 就是我们就是背水一战 离开圣经的真理 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这些被撒旦掌控的公司 已经是我们的敌人了 他们已经仇恨我们了 我们抵抗他们 我们抵制他们 我们并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 我们要抵制的东西有非常多 OK? 迪士尼 Netflix Target Budlight Millerlight 各式各样的公司 OK 说到Target 那请各位不要再去那边买东西了 他们跟一个撒旦教的服装设计师合作 这个骄傲月推出了一系列的LGBT服装 里面又是五角星 又是羊头 又是什么什么 这样子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还有爱丽达也是 OK? 搞了个泳装系列 是什么 可以把男性的生殖器藏起来的一个女性泳装 I don't know OK? 我服装设计师我都不太了解了 那有多少这些觉醒公司 请各位可以自己去找 OK?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公司一个一个放上来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反正这些东西就是直接摆到我们眼前 他们就是要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他们的骄傲 他们就是要挑战 问题就是要挑战什么 各位要知道就是 这是一个良善跟邪恶的战争 这位服装设计师上面写的这个就是 撒旦尊重别的性别代词 而且他因为你而爱你 撒旦接受所有的人 多性别以及无性别的人 他称送非二元性别的族群 爱变性人以及非二元性别的人 敬拜自己吧 这个是这个 Target这间公司跟这个 撒旦教的服装设计师合作推行出来的 童装 这些东西不只是骄傲 OK? 不只是变性 同时也是一个撒旦教的宣言 很多人会问我说 甚至怀疑我们 是不是信仰中毒太神 基督教的这个 这个受害者心态 一天到你觉得基督徒被迫害 或者是教会被迫害 这一切在圣经上面都有写到 而且全部都是预言 这一切都是属灵战争 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美国一定会崩溃 美国一定会毁灭 我们在我们的店面里面 服装店里面 买得到撒旦的东西 而且是童装 基督教的确就是有在被攻击 而且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 OK? The world is against you 以下是一位加拿大的学生 16岁而已 因为发圣经 被加拿大的警方逮捕 In this video a large group of counter-protesters holding transgender flags and pride-themed signs can be seen forming around Alexander on a public sidewalk They began to attack Alexander as others say Canada supporters tried to stop the assault Calgary police intervened only to handcuff Josh Alexander and detain him for provoking the violence Police released Alexander after warning him to not continue his actions in the area Alexander described trived it all in a tweet stating today I was handcuffed and put in a paddy wagon for offering students bibles on a public sidewalk in Calgary in quote he wrote Ibrows released and told if I return I would be arrested and charged he added that he continued handing out bibles and isn't ashamed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各位可以看一下 OK? 这个是一个16岁的小孩 他在里面 又被推 又被挤 又被一堆人围着 他試圖要走掉 最后被警察 上了手铐 OK? 这就是一个良善 跟邪恶的战争 而且不只是在美国 而是在全世界的良善 跟邪恶的战争 而且 美国不会保护任何人 美国还会打压自己的人民 美国的军队 已经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了 招不到新兵 武器老旧 全美的战略储备石油 是史上的最新低 通货膨胀 在世界乱成一团的时候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以色列到处被轰炸 中国跟台湾 又关系 历史上最紧张的时候 美国在干嘛呢? 这个世界的罗马 最强大的国家在干嘛呢? 美国的军队 做了什么 来面对未来的挑战呢? 没错 国会议员 Matt Gates 写了一封信 给了我们这个国防部长 跟军委主席 Austin and Millie General Millie 内容是关于即将来的 Family Friendly Drag Show Drag Queen Show 合家共赏的变装皇后表演 地点在 Nellie's Air Force Base 空军基地 军方的回应是 空军基地主办变装皇后表演 是一个准备好军队的必要活动 这个活动会在6月1号展开 所以就是几天后了 OK? 这个是一个合家观赏的节目 所有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参加 我们不要被骗了 OK? 我们只要看到就是 所有年龄层可以参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目标是小孩 因为不会有任何其他广告的方式 是针对小孩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部 注资主办了一个 针对小孩的变装皇后表演 你的纳税金 给国家的国防预算 用来保护你的国家 你的国土 你的家庭的这个税金 正在付钱 给一堆男人 穿着一堆女人的衣服 或者是没穿衣服 在台上跳着性暗示的舞蹈 给小孩看 无年龄限制的意思就是小孩 所以各位不要再被骗了 也不要自己骗自己 他们没有在遮掩 他们没有在假装 都是直接的摆到你的面前 然后让你感觉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的目标就是小孩 每次只要到什么年龄限制的东西 他们就会整个活动取消 像佛州的那个骄傲 下个月这个骄傲游行一样 他上面讲说 只要小孩不能参加这个骄傲游行 只要小孩不能在那边看一个男的在那边脱光光在那边跳舞 我们就全部取消 现在我们有国防部的预算 签名要在我们的军事基地里面有变装皇后的表演 那首先 让平民进去军事基地 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的 我们更不懂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军人需要 Essential OK 变装皇后的表演来去准备好 这是在准备开战的样子吗 这是军人该有的样子吗 Anyway 现在是一场良善跟罪恶的战争 而且美国这次基本上绝对不是良善的 事实上就是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是良善的 但是你家可以是良善的 你家可以不用服从这个世界 你可以保护你的家里 美国的宪法 人权法案 独立宣言 我们的圣经 信仰 可以保留在你的家里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个时候不是基督徒躲起来的时候 在黑暗的时代里面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光 不是川普 不是共和党 不是什么右派 不是你的教会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光 美国会崩溃 美国会倒塌 这个时候就是把光拿出来照亮身边的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时候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 我们的光就会变得越来越明亮 千万不是把光放在台子下面藏起来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摇动摇晃不安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站在磐石上面 我们就是那个磐石 因为我们就是基督徒 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会得到胜利 因为我们是带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跟这个世界宣战 我们不可以害怕 我们不怕抹黑 因为我们已经被高杨的血洗干净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抹黑的方式 OK 找个印度人 批个纳粹的旗帜 就说自己是白人至上了 Anyway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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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